大家好,大家早安,那現在繼續開會 來,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的逐條審查,請醫師人員宣讀條文 如果修正動議,一併宣讀 好,那如果委員對修正動議補簽也列入記錄,來刊登公報 民眾黨黨團提案,征定第3條第11款 正式停車指小型客車與機車因上下人客 其停止時間未滿30秒,保持立即行駛之狀態 原第11款一列至第12款,其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許舒華等20人提案 第18條之一 汽車未依規定中設行車記錄器及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者 除汽車所有人新台幣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划還 汽車中設行車記錄器及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無法正常運作,位於行車前改善 能繼續行車者,除汽車所有人新台幣9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划還 未依規定保持行車記錄卡,或未依規定使用 不當使用行車記錄器,只無法正確記錄資料者 除汽車所有人新台幣9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上划還 違反前三項之行為,應責令其參加臨時檢驗 第一項,因中設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者,由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和睦凱等實習人提案 第30條第一項,汽車裝載時 有效率情形之一者,除汽車降使人新台幣 3000元以上,13000元以下划還,並折領改正或禁止通行 第二款,所在貨物,甚陋、飛散、脫落或氣味惡臭 第八款,裝載危險物品,為隨車攜帶臨時通行證 灌潮車之灌潮體,檢驗合格證明書 運送人員訓練證明書,或未依規定車道路線、時間行駛 其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陳淑越等18人提案 第30條,第一項 汽車裝載時,有效率情形之一者,除汽車降使人 新台幣6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划還 並折領改正或禁止通行 第二款,所在貨物,滲落、掉落或氣味惡臭 第八款,裝載危險物品,為隨車攜帶臨時通行證 灌潮車之灌潮體,檢驗合格證明書 運送人員訓練證明書,或未依規定路線、車道、時間行駛 其維持現行法條文 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55條 汽車降使人臨時停車、正式停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除新台幣300元以上、600元以下滑環 一、在橋梁、隧道、圓環、站位路對面、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快車道、臨時停車或暫時停車 二、在交叉路口、公共汽車、招呼站、10公尺內或消防車、出入口、5公尺內、臨時停車或暫時停車 三、在設有禁止臨時停車標誌 標限處所、臨時停車或暫時停車 四、不宜順行之方向、或不僅靠道路右側 或單行道、不僅靠路邊或並排等方式、臨時停車或暫時停車 五、在道路交通標誌前、臨時停車或暫時停車 六、在設有暫時停車標誌、標限處所、臨時停車 接受行動不便之人、上下車者、臨時停車不受三分鐘、暫時停車不受三十秒之限制 委員會孟凱等七人提案 第五十五條、第二項 接受二歲一致未滿七歲兒童、行動不便之人、上下車者、臨時停車不受三分鐘之限制 其維持信刑法條文 民眾黨黨團提案第五十六條 第一項、第四款 在設有禁止停車或暫時停車標誌、標限之處所停車 其維持信刑法條文 為劉仲豪等十六人提案 第九十條 為本本條例之行為、至行為成立之日起 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 至行為中了之日起 於七日不得舉發 但汽車造勢致人受傷或死亡案件 因造勢責任不明以送鑑定者 其期間致鑑定終結之日起算 委員和新存照正與陳和波所提不修正動議 第十八條之一 第一項、汽車為依規定中式行車記錄及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者 除汽車所有人新台幣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上划緩 第五項、第一項 未滿七歲之兒童、行動不便之人、上下車者、臨時停車不受三分鐘之限制 區為此現行法條文 委員劉正好、陳和波陳述月 所提修正動議第九十條 違反本條理之行為、至行為成立之日起 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至行為終了之日起 於二個月不得舉罰、但汽車肇事之人受傷或死亡案件 因肇事責任不明、以送鑑定者、其期間至鑑定終結之日起算 未送鑑定而須分析驗判者、於三個月不得舉罰 宣讀完畢 好,那現在進行協商 我的換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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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发言 本次的民众党团提出 这次法案的初衷 由于目前在都位区 车流量大 必须保持车流畅通的目的下 来对道路旁的标线 来设计 以红线黄线还是白线 进行划设 那有民众提到现况下有黄线的存在 根本不需要红线 那其实 这就是一些地方政府的痛点 由于现行的黄线设计 只能零停三分钟 所以许多地方政府 为了怕影响车流 而不敢划设黄线 那导致一些人口比较密集的 都会区 大部分都在划红线 这才是目前现在真正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基础下 以台北市为例 红线违规的数量为一年36万件 光民众检举就高达29万件 这个数字要凸显的是 其实民众实际上有上下车的需求 但是地方政府又不敢大量的划设黄线 导致往往汽机车载人到一段路口 根本只能被迫停在红线 然后被拍照检举 造成警察被迫开单 浪费指定警力在 在这个筛选违规的照片 最后在纸访上非常为难 事实上上下车的需求一直存在 那台湾是个契机车非常多的国家 要让大家全部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遇到问题就要解决 这是这次民众党 提出这个法案务实的态度精神 那针对这个 针对第三条部分 本条的规范名词定义 本条有临时停车 所以本席在第十款的 临时停车下面也就是第十一款 新增暂时停车 指的就是小型客车与机车 因上下人客 其停止时间会满30秒 保持立即行驶状态 体力与临时停车一样 从三分钟的暂时停车 改成现在目前的版本 以上 有关于第三条的相关的修正案 那民众党提出这样的一个修正案 当然也有针对台北市的 相关需求的立场跟动机 那也可以解决部分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我看到交通部 也有提出相关的对案 将30秒修正为60秒 但我觉得 这样的一个红须线的划色 它不只是台北市的问题的解决而已 它更关系到全国相关的 这个标线的识别 我认为必须要更严谨的讨论 那这种 30秒或者是1分钟 我觉得 这个不是用喊架的 这个必须要有 相关的科技的数据的基础 不是说委员提30秒 政府没来划给 不然就1分钟 相关的数据的基础是什么 然后 我们要调整的地方政府 或者是单位 也必须针对所有可能的样态 来进行实测 就是说要明确的说明 这相关的样态 可能需要的时间 来做一个深入的讨论 那等一下 请交通部说明 也请警政署交通组 来确实说明 目前的红线黄线 以及未来如果在增设红须线 相关执法的时候 会碰到什么问题 来做一个说明 是对于交通的管理规范 更有效率 或者是会 可能会衍生哪一些争议 也请跟委员会来说明清楚 好谢谢 委员这边还没有针对 我们第三条有意见 没有 罗民这位委员 来 谢谢主席 我想问一下 今天我知道台北市政府的交通局 交通局是不是也有到 谢谢 那个是副局长吗 好谢谢你 那那个请问一下 我们台北市目前 红旭线有没有实现 有没有在事办 有没有 台北市现在在事办了吗 没有吧 没有现在在讨论这个法案之前 我们先讲一下 因为有一些 因为各个直辖 跟县市的情况不一样 家长绝对有这个需求 甚至我经常也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但是 透过修法是 签一法动全身的事情 全国都要造型 就我们中立桃园来说 有非常非常多的主要道路 它就是单一线 单一线旁边画红线 那如果你在画出很多这种虚线 红虚线的部分 它会在只有一线 就单向一线的道路 就我想 偏向非常多这种 当然 你要授权地方政府 他自己来决定 我理解 但现在其实包括了 学生的接送区 很多的标志标线 本来就是地方交通局 你发挥你个人的一个需求 来报准中央单位 全这单位 你就可以来做了嘛 那我这个地方 没有这个需求 但是你做一个全国的法规 民众会陈情啊 我不管在哪里 我都要比照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是不是我真的是这样建议 确实有这样的需求 但是 这个需求不是今天 我很尊重民众党团 他提出这个意见 确实是民众需求 可是民众党 他事实上 在没有成立之前 在106年12月 在台北市 共同里长 在和里长的带领之下 已经正式提个案 你们交通局怎么跟他回应的呢 怎么跟他回应 到现在已经两年半了 如果 里长的提案 联合提案 经过了我们柯市长 现在民众党的主席 但且在台北两年半 连事办都不敢事办 新闻在这里 106年12月18号提案 交通局 台北市交通局当时的回应说 不宜办理 你们回应的哦 所以台委讲完不要怪我 你们的回应三个理由 他说 你们说现在的黄线 已含上述的功能 第二 划设虚线 因为虚线一格一格 有可能产生机车 在空排的插进去 围停 的情况 第三 当然台北市 在每200公尺的红线 也绘制6到8公尺的黄线 但是我是蛮意外的 因为我觉得当时提案的 里长他这个真的 确实蛮有创意 也有需求 那你们为什么在台北市 已经提了两年半 你们都没有办法 去做一个试办 我真的今天问 本来是想说 以为你们试办了两年半 你们跟我们报告一下成果 但且你们在台北市 柯市长下面 都不敢试办 今天两年半都没办法办 现在两天半 叫我们通过这个法案 我就觉得我个人是有疑虑了 谢谢 好谢谢 还有没有其他委员有意见 哦哦来 是谢谢 谢谢各位委员的救教了 我想今天不管北市 或者是中央 针对这一次我们修订 这个第三条 设置新的叫做 就暂时停车 这个概念我想 不管是六都或者是 呃 全国的各地区 本来交通状况就不一样 但是它适用的法规呢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并没有 都会行特别法规的条例 所以今天提出来 当然就会引起大家 对这个全国适用上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是说 刚刚谈到这个 和里长的建议 我想很多里长 也都是为民众的需求 提出修正的方向 那我剛說106年到現在北市有沒有做 如果北市代表有來可以說明 但是我得到的資料 報部的話呢 當然交通部就一直認為 在法規上 紅線黃線的功能 可能會引起混淆 這大家都知道 第二次沒有法規的話 你也不能夠停止執法 你也不能夠 就是說這樣的事班就可以停止開罰 所以確實 斟酌情況之下 修法可能是一個可行的 公共討論的議題 所以我們民眾黨成立之後 確實市府才希望說 這樣的一個法規修正 提出來供社會各界來討論 那我想大家聽到的就是說 也許在30秒 或者是設置的這個需求上面 各都不同 那如果說大家認為這樣的一個 方向是對的 只是執法跟落實的方式 是不是各有不同 那大家會想問說 在學校附近都可以有地方的 權限來劃設接送區 很多地方地方都有權限 那試問這一個虛弘線 地方並沒有權限的 法規上並沒有開放 你地方政府可以自己就說這樣事辦 所以如果剛剛那個委員認為說 地方可以事辦 那我要救教交通部 就現有的這種方式 有可能有事辦的空間嗎 那如果可以事辦的話 到底以虛弘線 作為一個這種交通方便使用上 30秒或60秒 是可被討論的話 那執法要如何的處理 所以我想我們公開來談 那也謝謝各方的指證 那我想數據上各六都交通部也可以提出來 就是現在很多的這種臨時的 紅線上下的狀況 被檢舉案件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以台北市為例大概有 三十六萬件裡面有八成都是這樣子檢舉而來 那檢舉的文化 檢舉的方式是執法的一種延伸 那就要問這些交大的執勤同仁 他們是要靠人民檢舉之後去做 還是用遠景啟發 現在都已經靠這個叫做 電子監控的系統了 所以人力也許不是問題 檢舉也不是問題 是大家對這樣的需求 我們要不要正視它跟解決它 我想我們的態度是這樣 那聽各方繼續給我們指證 好謝謝 那我想我們這邊 那麼熱的也讓這邊 行政部門這邊來回應一下 來交通部是不是先做一個回應 好不好謝謝 感謝主席 還有感謝各位委員 交通部的立場非常的明確 只要可以改善我們學童 或是兒童安全的這個提案 我們原則上都會支持 那目前這一個提案呢 交通部是認為這裡面涉及到的 執法的可行性 安全性 這些應該還是要由警政單位 好 來提出這個看法 那目前 這個一分鐘這個是這兩天 有跟警政單位 這個協商過 也跟委員 有進行一些溝通 但是呢 是不是在執法上就是用一分鐘 或是還有其他的配套 我想交通部必須要尊重 執法單位 我們警政署這邊的意見 好來警政署 今天是我們主長 王主長過來對不對 是來 警政署這邊做個報告 那 針對禁止臨時停車觸手 也就是紅線 那 這個每一個地方的特性不一樣 每一個點也不一樣 那你這個在地單位啊 他本來就有很多選擇 第一個 我不畫線 第二個 我畫黃線 第三個 我畫紅線 那就是地方自己在決定 那我們現在要考慮說 你這個會不會影響車流 有沒有交通安全 跟民眾的需求中間去取得平衡 去取得平衡 那這個每一個點 我想 你要做之前 一定都有經過會看 觀察車流啦 這個民眾需求性啦 上下 這個小朋友要花多少時間 這地方上 他們自己會去做判斷 那現在你說 最大的問題不是說 我警察我天天站在那邊 等著開單 其實警察也不是這樣 真正上下雪時段 家長很多的時候 大家都能夠體諒 道教條例 欸 給這個 這個 呃 實施細則 他本來就有一個勸導的規定 警察去吹吹哨子 啊 麻煩你移動一下 啊 不要造成後面車流毀堵 不要影響 這個 別人的 這個行車 趕一趕也就算了 他不會碰到說 你紅線停車馬上拿來開單 但是現在最困擾就是民眾檢舉 啊 有些家長來一停 停了 他也不只三分鐘五分鐘 他就 我小朋友快出來快出來啦 你警察一趕 他一開酒 他小朋友出來了 啊 問題來了 那別的家長就 就會檢舉 那檢舉的時候 他就照一張照片嘛 你紅線就禁止 臨庭嘛 照片來了 你說警察要不要開單 警察是後端作業啊 收到的是這一些照片啊 我警察在場 這個好處理 警察不在場 民眾擠來一堆單子 哎 你不能 不能 這個這個這個不執法啊 就我檢舉給你 市政的明確 時間地點 紅線不能停車 他停很久啦 這個問題就來了 所以我想 怎麼規定 警察在植瓦上面 他有彈性 但是明確 跟我們人民說清楚 說清楚 啊 這個地方 將來要怎麼樣停 怎麼樣不能停 我們也尊重我們委員會的意見 尊重交通部的意見 瓜哥文立 好 行政部門都說 尊重這意見喔 但是我嘛 很懷疑說這樣之後我們 是每個警察同仁 都要配備這個計時器啊 也是吧 不然這樣也很麻煩喔 好 報告討論 我再說明一下 其實現在有一些 經常圍停的熱點 像 就我了解喔 桃園市啊 火車站前面 還有一些公車 百貨公司門口 他這個地方 人車本來就擁擠了 那很多人喜歡在那邊違規停車 他現在是 電腦系統自動政策 還有 新北火車站前面也有一段 你車子來停 他就開始 露營照相了嘛 超過 一分鐘 他再拍一張 兩分鐘再拍一張 三分鐘再拍一張 他跟你廣播 說 某某的車廂的車主 你停車已經超過三分鐘了 請馬上離開 啊沒有 他出來一開超過時間了 電腦自動列印出來 發單就寄出去了 所以這些都會改善 但是 你必須要動用到科技 我們警察 事情很多啊 過去我們派在一個火車站前面 一天二十四小時要派四到六個圓警站在那邊 你趕了又來 趕了又來 不近人情 啊也造成 造成 警力很大的這個負擔 結果改科技執法以後 這就都改善了 很多都改善了 台湾火車站板橋火車站後面 都改善了 所以這搭配措施當然是要的啦 但是我就講 這法律不愛人性嘛 我們檢察局 他也是勸導範圍嘛 趕快移動一下 趕快移動一下 那我們的麻煩就是民眾檢舉啊 這部分就比較麻煩 這個量也相當大 報告完畢 好謝謝 來 陳佛部委員 我但是依然 我們是沒有碰到這個問題啦 我們 要鄉村嘛 但是 我在想啦 這個案子 歸結到是民眾檢舉的問題啦 所以 民眾檢舉就不能處理的話 修這個法案的話 反而會 增加一些困擾 各縣市的情況不一樣 那剛剛不修的話 也可以目前的話 縣市政府都可以處理了嘛 所以我建議啦齁 這個案子 是不是齁 交互協商啦 我們大家思考一下啦齁 我們很多法案啦齁 我在 當召委的時候 我主持一下 大家有意見的話 我們都是尊重 再緩一下 適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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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修法案沒事那麼簡單 這個 這個考慮的面向會很多啦 齁 如果增加 我們警察朋友的困擾的話 或地方政府 齁 在執行上的話 欸 有些困擾的話齁 反而是 不好啦齁 齁 就是 把這個事情交互協商 好不好 來 不好意思 林軍縣委員 來 謝謝主席齁 我想 我想 那 法令沒有辦法貴犯所有的狀況 齁 你說停車到30秒40秒1分鐘 這個其實你把你把法條斜死齁 齁 真的反而製造更多問題啊 那有個地方也許一秒鐘都不應該停啦 齁 好 看到了民眾甚至警察 他其實應該就立刻予以驅離吧 好 那你現在所謂的再定一個30秒 齁 這個 我認為在實際的執法上面 齁 或者是說 你這樣30秒的意義在哪裡 齁 為什麼不是40秒 這個反而 反而引起不必要的紛爭齁齁 有時候實際的 我們社會的運作也好啦 法律的執行也好 不可能每一個都規定的非常非常嚴謹啦 齁 那適度有一個彼此的一個彈性 有時候你甚至 應該要給他一分鐘兩分鐘也不一定啦齁 有的地方甚至 有時候甚至根本 連一秒鐘停都不行 齁 所以我是覺得這樣的一個定定齁齁 齁 恐怕還會有 還沒有其他問題啦 齁 我覺得可能需要更多的收集 更多的大數據齁齁 再來做 到底需不需要定這樣的一個 什麼暫停這個狀態 我認為這個 這個 不過說是不是主席我們應該在 在繼續討論齁 齁齁 bakın 再加入其他更多的討論好不好 還 來,對不起,好像陳書的委員也有意見 我們先,委員沒講過,我們就先講一次啦,好不好 然後我們,謝謝 謝謝主席 我想就是說這個,迷使停車或者是暫時停車 這個對於在比較熱鬧的市區 然後比較擁擠的街道市區 確實是有那個需求啦 那尤其是學校附近上下學的時候 家長要接受小朋友 可是我們仔細去跟他思考 事實上有些問題 就陳書剛剛我們檢驗署組長所說的 其實修法不一定就是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事實上我想應該後端的解決 應該是比較實際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法條如果寫得這麼死 真的對於後續在警察單位 在執法的時候可能會衍生更多的困擾 那警察的同僚也確實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覺得說對於這方面的一個需求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更周全的一個思考 再來做決定,謝謝 好謝謝,來何欣辰委員 謝謝,謝謝主席大家好 我想我的意見差不多因為我的選區事實上有很老的地方 也有很重的地方 很老的地方如果不能停紅線 它可能是交通意外事故發生非常頻繁的紅點熱點 那事實上就是紅線就是紅線 但是我相信各位在區域也都知道 光是要畫一個紅線 就常常有很多紛爭 那所以呢我們覺得該嚴格執法就要嚴格執法 那第二個也有很整開的地方 剛剛數位委員講的我的選區裡面也有很整開 還有山上 那個時候根本連畫紅線都不需要啊 因為第一個交通車流量不大 而且停車又很方便 大家都有空地 所以這個整個情況區域的這個生態、環境 還有位置點都不太一樣的情況之下 那這個法規第二個我也覺得非常容易引起混淆 因為很多時候很多民眾不了解什麼叫做臨時停車 我們現在又增加了一個暫時停車 那到底我暫時停車是30秒一分鐘 你設了很多的門檻 反而更容易混淆 更容易造成地方上的爭議 這是我在地方上民意代表服務那麼多年的一個經驗 我覺得還是像軍縣委員所講的是不是 第一個我們請交通部跟各地方政府 是不是開會來把所有的數據來看一次 那用大數據用科技科學的方式嘛 來檢視到底這個第一個需求 第二個他在執法上到底能不能做到 而且呢對警力來講警政署的意見也很重要 會不會造成警力的負擔 那第二個我是建議啦 是不是我們可以寫一個附帶決議 比如說如果台北市有台北市的需求 那我們用附帶決議來處理 那交通部跟台北市政府 是不是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對這個所謂的 呃30停車30秒的這樣子的一個政策方向 可以來做示範喔 以上謝謝 趙正義委員 謝謝主席 這個每個委員都講得很清楚 我就不要再重複了齁 第一個你要多一個紅須線 讓民眾齁非常混淆 對不對齁 第二個地方自知 因地制宜齁 由地方政府自已決定 齁就好了齁 齁謝謝 好謝謝 來我們委員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針對這個第三條的部分 齁 好那我們再尊重那個提案的這個民眾黨團 好那感謝這個各位委員齁 的建議啦齁 那我想當時提這個案子 民眾黨團提這個案子 主要的用意也是說 讓這個呃 人口比較密集的這個都會區 其實當然全國的交通狀況都不一樣 那這個一個政策推行 其實也是需要宣導啦齁 也是需要呃 跟跟人民來教育齁 那因為 這個部分其實像相對的 國外也都有相對的案例 不是只有紅線跟黃線 那屬於像美國這樣 no standing 類似這樣的 相關的道路的一些規定齁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提出這個法案是讓 呃 引起更多的討論 然後也是讓 地方政府有多一個選擇 那其實沒有說是一個強制性 當然剛剛的建議都很好 是不是透過附帶決議 那台 台北市政府或是其他的 有需求的縣市政府 來跟交通部 來提出 相對應的這個配套的措施 那我們也同意就是說 呃 剛剛這個崇永博陳委員齁 呃也提出了這個是不是 當然是不是 呃 大家做一個更 更這個 整密的討論 那透過 交付協商的方式 這樣 來 跟著委員 謝謝 呃 剛才區委員也講到一個重點 呃 這個相關的 這個相關的 稻礁規則的修訂 希望有更多的討論 那針對城市的需求 以及全國通行的法令標準啊 那必須都要有一個好的一個檢討 那我等一下請教一下法治局 呃 就是說針對 我們的稻礁規則 當然是全國通行的一個法令的標準 那是否 可以用附帶的決議 讓台北市先行事辦 這個必須要說明清楚 因為我們對於相關的紅線黃線 中央所規範的 就是你這個紅線黃線 要畫多寬 它有一定的標準 你要用什麼材質 什麼材料 也有一定的標準 還有你在紅綠燈 或是相關的一些基本的路段 它有一個清楚的標準 就這邊就是一定要紅線 那其他的你要畫紅線黃線 是由地方政府去決定 那法治中心等一下來說明一下 可以讓他們用附帶決議方式 去做 讓台北市去事辦紅須線 也讓台北市民去了解說 什麼叫臨時停車 什麼叫暫時停車 這相關的問題 法治局再說明一下 好來法治局 我們有沒有法治局同仁在這邊 我們交通沒法治局的人來 立法院來抱歉 來謝謝 關於這個問題呢 因為目前的這個道交條裡面 其實並沒有這個暫時停車的概念 那暫時停車的概念 在沒有這個規範之下 因為原先我們對於這個相關的停車的 或畫線的規定 在道交改定裡面 它有相關的裁罰效果 那現在關於這個暫時停車的規定 如果在沒有這個相關的法律 方面就考慮說 其實剛剛聽各位委員 還有交通部的一些看法 因為我們法治上意見認為說 暫時停車跟臨時停車 這種概念上 確實會有點混淆 那加上紅線跟黃線的目前規範之下 有關這個暫時停車的功能 是不是其實黃線跟紅線 在彈性做法上就可以達成 法治做法上 需不需要這麼別床家屋去做這件事情 確實是可以思考的 謝謝 好 謝謝 來我想 來 劉兆豪委員這邊有在舉手 來 劉委員 主席我可不可以 今天有相關的單位都來了 首先我覺得是不是我們建議 現在確認一件事情就是說 看起來這個是台北市政府 有這樣的一個需求 那這個算不算是一個暫時停車 或臨時停車 或它產生一些法律效果等等 這個算不算地方制度 地方自治的相關 可以他們自己決定的事項 或是要全國統一的事項 我覺得這個可能大家要理清楚 那我剛才同意 剛剛有承判單位所講的 因為你如果訂一個規則 沒有相關的法律效果 簡單的講 如果沒有強制的手段 沒有處罰的話等等 這個設這個效果 好像也有一點道德裡面的勸說 所以我覺得可能有相關的 我們跟大家說清楚 謝謝 好 來 委員這還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沒有 沒有 這樣看起來 這個知識體大啦 說實在好像大家的這個意見 還是有點分歧啦 那這樣子是不是我們 這個第三條的部分 我們就保留 因為我想說我 第一次坐這裡 我最之前的坐這裡 想說開一個開盤彩 然後就沒想到 說他們討論要40分間 這樣子我們是不是保留委員會這邊 然後之後再請招委回來之後 他另行再排案好不好 好 有沒有 沒有意見 那這樣我們第三條 那 第一案民眾黨團 因為民眾黨團的第一案這邊有三個條文 應該都是一致 所以我們就第一案這邊就留給招委之後再排 嘿 主席的意思是 呃 交付協商 還是說另外什麼 交付協商就好了好不好 不要吧 交付協商 交付協商是不是 對 因為其實這個 在之前也都 保留交付協商啊 好啊 這樣就保留交付協商 好不好 好 好 來 那我們再來接下來第18條之一 好 就是許淑華委員跟何信成委員的臨時修正提案 18條之一 來 何信成委員 謝謝主席 呃 本席跟趙正宇委員跟承諾部委員有提一個修正動議 是針對18條之一 因為我知道我們 我記得是數位委員提的版本 當然在18條之一 第一條的版本是把這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啊 把它正式入法 那這是好事 因為我們希望所有的大型車輛 都應該要有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那 甚至呢 呃 沒有安裝的 我們甚至還有提案希望能夠加碼 政府加碼補助 要求所有的大型車輛都能夠裝設 以降低這個 呃 減少這個交通事故的發生 那我只是在提一個修正東西 在這個修正條文第18條之一 我加了一二三四五 就是最後一項 就是第一項 其他規定的一個裝置 那這些類別事實上還很多 那還有很多的細節 所以我增加了一項是希望有交通部來 把它定執法規 把它明定清楚 那樣的大型車輛在我們交通道路上行駛 能夠更安全更不會有造勢的一個後果 所以那這以上是我的修正動議 謝謝 請大家支持 好來 那個邱正恩委員 主席不好意思齁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個想跟主席再次確認一下齁 就是關於剛剛的部分 民眾黨團所提的這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是不是第三條 第55條跟第56條的修正 條文修正草案都一併 這個保留送院會協商 因為第三條是跟後面有連動的 是不是一直... 沒有 因為我們在後面有連動的 沒有 因為我們在後面有連動的 兩週會 好啦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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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主席我們是不是先確認一下 因為 你剛剛講說陳雪生我 因為他今天 他回來主持的協商是 還沒出委員會的協商 是 所以要確認一下好不好 我們先確認一下 沒有啦 我本來是想說齁 是 希望是說 因為這個還是 陳雪恩委員是招委啦 今天是代理啦 所以說本來是說 留在委員會 那不然留在委員會 在協商好了啦 好不好 大家覺得這樣子可能會比較 恰當 比較好啦 比較好啦 因為 好不好 那就 我們就保留 留在委員會這邊做協商 那這第一案 我們就先 這三個 好 三條都先留在委員會做協商 好不好 第三條對五十五條跟五十六條 好 好不好 好 好 那再來 好 謝謝主席 這個大型車 要裝那個 那個 四月輔助系統 我在106年的時候 我有提 那公路總局還有 教務部非常支持 也有編預算 那我們 我統計了一下 109年3月26日子 我們中大型的 應該要裝我們四月輔助系統 有二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九 那我們已經裝了二十二萬四千兩百二十三 量 還有一千四百五十六 量還沒有裝 那裝設的 那個登記率已經達到九十九點四了 那公路計算是百分之一百 都已經完成了 那看了結果 就是差這個一千四百五十六輛 還沒有裝 為什麼這個一千多輛沒有裝 就是因為老舊 非常老舊 而且他認為 他的車子已經差不多快報廢 或是 沒有辦法行駛 或是他短途的 沒有辦法去 做任何一個 債客的 或是債貨的一個狀況 所以說我請 交通部 來公總你再編一點預算 有沒有 讓這些一千四百五十六輛的 還沒有裝的 趕快裝 那如果看這個結果 其實好像 這個真 沒有必要 新增這個條文 不過為了 交通安全 我們可以用宣示的支持 謝謝 好 來 交通部針對這個 十八條之一 有沒有意見 公共總局 公共總局 十八條之一 我們這條 對 我想 趙委員的意見 當然 對裝設這個 行車紀錄器 是 很有 對交通安全很有幫助 而且 呃 但是這裡頭特別提到 就是說對於 現在還有少數沒裝的 我想 在這個委員會裡頭大家都應該了解 就是說 交通部為了 讓大家來加速裝 然後符合今年一開始 的法令 其實 動用了很多的經費 而且 一再的鼓勵 大家來裝 甚至院長都還曾經 公開的到建立所 呼籲大家來裝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那個 裝的情形是非常 幾乎是快到百分百 大概委員特別提到 有後續有 有些沒有裝 但是這些沒有裝 其實當時的 大家的想法就是 其實今年的一月一號 開始 他那個 臨時檢驗 他如果沒有裝 其實就是應該要受罰的 所以這個條文 訂不訂在這裡 他本身就應該要受罰的 所以你現在在這裡 又訂了條文 又說不受寄往 那些政府 又要編一筆錢來 那個 我覺得這個 對於遵守相關法令 大家積極辦理的 我覺得這個不是很好 所以我建議委員 是不是就 一種方式是 這個條文 不要去做處理 或者是說 沒有啦 局長你搞錯了 多久趙委員講 局長 剛剛趙委員是建議啦 建議做交通部公布總局 針對剩下一千多樣 還沒有裝設的 要加碼補助 或是鼓勵補助 那我們現在的條文裡面 只是在我 建議的修正動力 原來蘇惡委的版本 再加上我的修正動力 其他的執法規 跟獎勵辦法 或是要不要增加補助 增加預算 授權給交通部自己去訂 你看清楚 第十八條之一 謝謝 謝謝 你已經超過那個補助獎勵時間 現在就不應該再補助了 當時我們已經跟大家講好了 你什麼時候之前裝設我給你補助 那超過時間的現在 我覺得不應該再提補助事情 而且已經裝設率達到99% 剩下的1%可能是一些其他有的沒有的原因 另外在這個法條的修正 其實我們原有的第18條 他對於沒有裝設要罰多少錢就有了 你有1萬2到2萬4 你如果裝了壞掉 那你還繼續上路也有罰則 所以我看那個許委員 許書委員這條 這只保好像只是提高他的罰款金額而已 所以現在大家考慮就是說 裝了壞掉繼續上路 他現在主要是改這個部分 那他提高罰款跟沒有裝罰一樣多 那這個有沒有比例原則 或者是說 有沒有需要再特別去提高 這樣的一個罰則 不能考慮這個地方 我請問那個公務總局 目前有沒有受罰過的 在檢驗 竟然開始 竟然開始啦 竟然開始啦 竟然開始啊 目前應該是還沒 呃 我瞭解一下應該是 有嗎 希望再講一下 什麼時候開始 預期的 我跟委員報告 這是在這個放在是在定期檢驗的情況下啦 就是說你要有要有這些設備 然後你在這些設備如果沒有他定期檢驗 是不及是不合格的啦 是不是這樣 嘿 所以如果他沒有的話是跟 他修法他是說上路耶 他現在是要上路啦 你他依法以下人 位於行車改善前 能繼續行車者 他才罰錢 不是定期檢驗的 所以這個 這條條文就是說 大家就討論說 是不是要把這樣的一個項目 特別要放在這裡 要特別 這種行為要去處罰啦 那 其實現在行車紀錄就不裝 已經有處罰的規定了啦 主席 各位同仁 我是覺得 因為這個法條 我們還剛修過啦 他根本今年1212才開始實施 實施在4個月 你現在就要再給他改 我們是沒有 給早前段時間看看啦 有覺得他覺得 不提高 不足以赫止 或者是說 法管他怎麼樣 意見蒐集回來 有必要修改 再來修改 要不然我們才剛公布 才政治實施4個月 你就再把他再修一次 好不好 這是我的意見 魯明哲委員 我發言 來魯明哲委員先 好 來 謝謝主席 我想這個問題 需要聚焦啦 許直發委員原本提的 是行車視野系統 那公路總局正在聊 欸 我請教你好不好 請教一下 這個請講 剛剛講了這麼多 99%是不是都 因為你補助的條例下面 補助到了99%都裝了 是不是 那我們再聚焦一點 所有大型車輛 你現在使用的規定 是不是公路總局 所謂的這個 公路客運 的補助的一個標準 下去補助的 是不是 這是大型車輛 所以是 應該是 我們另外 公路客運 補助要點 因為 你是哪個要點去補助的 這是另外向行政院 申請相關經費 對 現在 由布里德定 相關的計畫 向行政院 申請經費 來做補助的 專案補助 那我請問一下 按照你自己管理的 一個補助要點 大型車輛 就是 公路客運 因為我們在講的是 AIDA系統 先進駕駛 輔助系統 現在一個世界成熟 已經到小型車輛 價格也便宜的 基本來講 有十幾項 按照你的 現在公路客運 補助要點 你只補助兩項 先講清楚 第一個 你補助的範圍 因為那一天 消防車 右轉 內輪差 它右邊沒有 你到底 這些大型車 算不算大型車 你到底 是不是 按照你的條例 你只補助到 公路客運 那其他的 大型車輛 到底有沒有 第二個 這十幾項科技 你只補助了 向前 防撞系統 向前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是防睡覺的 防偏道的 可是現在內輪差 它提的是視野系統 現在連我們 一般的國民轎車 都旁邊有車 接近的時候 都會叫 像這種側面的 側面的 那麥克風你回應一下 如果這些大型車 能夠防內輪差 左右接近的 都裝了 你達到的99% 都是往這個 而且往後的防撞的 我在你的條例沒看到 我請問一下 這兩個 是大型車輛 一個盲點 盲點 也是所謂這個先進 駕駛輔助系統 最重要的部分 那你現在 我看到你條例 你一直補助 你先回答我 對不對好 你那個條例 公路客運 一直補助向前 我先回答一下好不好 委員剛才特別提到的 這個AIDAS的系統 在大公車上 是屬於公共運輸的部分 其實早在這一個 剛才講的行政院 處理的時候 我們就在做補助了 所以側面都裝了嗎 你側面內輪差都裝了嗎 所有的 你回答就好 我就不再問了 側面都裝了嗎 都裝了 大型 只要是符合行車視野輔助 或是會大型車輛 會有內輪差 其實當時就在做 這樣的一個補助 那剛才講的 現在 所以含那個 那天出車後的消防車嗎 99%的 消防車有沒有 消防車有沒有裝 是屬於大貨車 他就是要裝 他就是要裝 好 謝謝 是 而且去年所補助的 是屬於大型車輛 大型車輛 所以包含剛才講 大貨車連結車等等 都是 是 都有 好 還有沒有其他委員有意見 對啊 因為剛剛 郡縣委員這邊也是有提到 是說這一個是 剛剛才四個月嘛 所以說是說 先保留 好嗎 好 來 河先生委員 謝謝主席喔 因為這個行車四個輔助系統 之所以大家會這麼的關心 是因為我們這幾年來 看到很多的重大的傷亡交通事故 都是大型車造成的 所以大家都特別關心 尤其是一些老人婦女兒童的安全 那所以我建議 既然大型車的這個行車四個輔助系統 這麼的重要 那我們都有政策在加碼輔助 那我是建議是不是 大家在討論一下 以許舒華委員的版本 跟本人的修正動議 我們呢是不是在把這個行車四個輔助系統 納進去 這個文字納進去 那加上最後一項 就是說我在強調 其他規定裝置的車輛 總類等等 由交通部去定他的執法規 給交通部一個空間 就這樣子 因為這裡也沒有牽涉到 有沒有提高罰款的問題啦 如果是這樣子的一個 修正動議或版本 是不是大家可以支持 以上謝謝 好 好那許舒華委員今天沒有到場 不過剛剛聽了幾個委員的這意見 如果說 就剛剛何信成委員這建議 變成是 把行車 以許舒華委員的這個提案為主 但是最後加上何信成委員這修正條文的 最後一項就是 第一項 因裝設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或其他規定裝設之車輛總類 由交通部定之 許舒華委員版本是主管機關定資啦 那何信委員是 更直接寫交通部定資 如果說這樣子的一個調整 委員有沒有意見 這樣不可以嗎 那個我跟委員報告一下啦 尤其是跟何委員報告 何委員剛剛有特別提到 其實訂的最後一項 這個其實是 訂在這裡沒有牽涉到處罰 如果按照這樣現行的這樣的一個 不需要特別在這裡訂啦 是不是要針對 不同的規定 有所謂的檢測基準 或者是 新車裝了以後的 相關的檢驗的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也都有相關的一個規定 所以其實是 如果有委員的建議 我們可以回去去檢視 現行的一個規定裡頭 是不是有不足的訂在那裡 其實就可以了 不需要特別在這裡訂啦 尤其是委員一再提到的就是說 是不是要針對不同車輛 總類喔 尤其是比較大的 是不是要規範 它是因為現行的 這個檢測基準裡頭 就有幾種形式嘛 它其實現在檢測基準的意思是說 裝這個所謂大家講的 檢疫型的啦 這個環景型的啊 人家有三種還是四種 那個都是符合所謂的 行車視野輔助系統的一個規定 所以呢 大家現在按照這樣裝 那委員剛才特別提到 是不是針對大車不要去裝 檢疫型的 一定要做環景型的 那如果是這樣 大家討論有共識 其實就回到這個 道案規則裡頭 或者是檢測基準裡頭 又是檢測基準 因為新車到 新車出廠的時候要這樣 你在那邊訂進去了 當然後續的檢驗啦 那個就會按照那個規定來做 道案規則就會按照 所以真正的問題點是在這裡 而不是要不要訂這一個辦法 那沒有關係 訂不訂這個辦法 其實都沒有關係 主席 局長的說明讓我清楚齁 那我是不是拜託 那我們就寫一個附帶決議 剛剛局長講 可以再回去再檢視 所有的大型車輛 該配備的一個安全基準 或是檢驗基準等等 還有呢我們補助是不是夠 還有是不是所有的大型車輛 都已經有這個相關 應該有的這樣子的一個安全性也好 或是輔助性的一個系統 跟裝置 那你再回去檢視 再把報告給我們好不好 那我就改成附帶決議 欸 欸 可是委員是用保留 欸 附帶決議還是用臨時提案 可恰當 可能是不是用臨時提案 我用臨時提案 我改成臨時提案好了啦 好不好 那這樣子我們這條18-1 我們就保留委員會啦 那 如果委員這邊有提出這個 臨時提案 我們就請剛剛這個公路總局這邊 給 委員這邊來做說明跟報告 這樣可以嗎 來 委員 主席大家好 這個大車事實上大家都知道問題 就是死角很嚴重嘛 那驗車的時候 其實每一輛 不管大小車其實他都 有定期要回去檢驗場驗車嘛 那你在驗車的標準 那邊是不是有定得很清楚 你就看那邊把它定清楚 他自然驗車就會去查 這個部分 有啦 只是 剛才那個何委員特別提到的是說 尤其在幾次質詢裡頭 都特別提到說 像連結車比較的車輛啊 他的 他的是不是 要 要 比較 環景 就是說比較 比較 完整的啦 連結車 還有那個沙石車 大型會造成 重大的傷亡的這種交通事故的 這個他們通常我們現在法規裡面 所謂的全套配備是 每一個輪胎都要前後前後的 四個鏡頭啦 甚至如果要更嚴謹的話 應該要六個以上的鏡頭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要求 只是基本的 他如果減染會過 好像只要兩個 我記得是兩個就好了啦 那兩個就是他只是裝在前面的重點而已啦 可是那舊款的車子 我是希望說如果可以的話 交通部應該再宣導 甚至鼓勵加碼 把這種 多裝幾個鏡頭 讓他做整套的 不要做半套啦 我覺得 這個 也許可以更加的去輔助 這個大型車輛 特殊車輛的行駛的安全啦 所以你就是 先傳說的就是 你就是這個驗車的標準 這個部分 你就把它定的比較嚴格一點 鼓勵啦 鼓勵啦 加碼補助 這個大車 事實上很多死亡案件 真的是大車很嚴重 所以這個部分 你如果在驗車的時候 那個標準 那就會影響到生命這項 你驗車的標準 你就可以定嚴格一點嘛 對啊 重點是我們 加碼會委員都是為了安全 是 我再強 我再說明一次啦 其實我剛才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都有講到說 現行的這個 加裝行車視野輔助系統的法規 我們訂的法規 有幾類型的 其實那幾類型的 都是足以符合法令的規定 它是可以確保行車安全視野 都是可以的 但是 當然不會言的 有檢疫級到環景型 它所保護的 或者它所讓你看得到的 方便性等等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 委員才會提到說 是不是要針對這種大型車輛 比較容易造成 傷亡的這些車輛 是不是在相關的檢驗的 或者是規定上 能夠再做一些檢討 我想這個我們可以來做檢討 但是 現行的所有的 法令訂下來的 再補助的 都是符合法令規定的啦 而且也都是符合 國際潮流標準的 抱歉 現行 符合法令規定 這個我們都知道 但是 現行有很多死亡案件 是這樣發生的 所以 才要去檢討 才要去定員 高一點就是說 我們主要就是安全嘛 你車就是 可以安全最重要的 很多這樣 車禍事故就是這樣發生的嘛 所以表示你現行的不足嘛 不好意思 魯明周委員 牙手牙很久了 不好意思 謝謝主局 我想這個我要問次長 因為公路總局 他可能只管公路總局的 那我們想今天 所有委員問的問題 都是大型車輛 事實上涵蓋是非常廣 我前天問了北區一個公車業者 他除了固定的長途公車有裝 所有市區公車都沒裝 因為市區公車是地方政府的 剛剛我問了中立客運 給我一樣的答案 長途公車有裝 市區公車都沒裝 那我們在 我們 我不太清楚來做什麼 是 他們漏掉裝 就是他講旁邊 你不要 不要講那個光一個照後鏡 或者往後看的那個嘛 那種雷達自動偵測左右的 剛剛 才聯絡是沒有 所以今天你們要確保 連市區公車這麼經常出事的 大型車輛 包括 消防車 它到底有沒有裝 你在那邊講百分之九十九 那如果我們問到都沒有 我們是希望有 所以今天如果十八之一條 把這個加進去 是如果你有漏掉的 你全線公車手 你沒管的車輛 也許他在另外一個領域的大型車輛 他也會納管嘛 那如果說你要講說 你行政命令已經出去了 但是你的行政命令 當然你今天在確保 我待會走出去 再問到只要有一台沒裝 那就是那百分之一嘛 最好是這樣 所以我是希望說 你們要不要思考 思考是不是 是不是所有的車輛 還是連續兩家公車業者 都在騙我 啊我跟你講 十句狀況 剛剛才打完電話啊 我們失去公車 也失去大型車輛嘛 對不對 市長說明一下 市長說要去發錢了啦 看多兩間比較快 來來我 來市長 市長說明 來監察 都在看 市長說明 市長說明 是沒有關係 怎麼會有關係 來那個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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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波局長 來請市長 還是要特別感謝主席 還有各位委員 這個是一個安全的問題 是最重要的問題 所以第一個要跟委員報告的就是說 我們這一次實施的裝設是涵蓋所有的大型車 不管你是客運或是貨車 或是特殊的車輛 全部都含在裡面 如果說還有市區公車現在 整條線通通沒有裝 它就違規了 它就違規了 所以我私底下再跟你親告 我得一間啦 這個是要很明確 我們這一次試用對象是全部 大型車全部試用 這個一定不能漏掉 因為這個是涉及到國人的安全 那第二個目前還有1000多輛沒有裝 它可能有特殊狀況 比如說一車就流 今年就要換車的 那新車出來它一定都有符合相關的這個標準 那這1000多輛如果說沒有這些特殊的情況 它不來裝 驗車的時候就會受罰 所以我們驗車1月1號開始 它如果進來 它不是特殊的情況 它沒有裝 那就我們就要開罰了 這個是 是第二個 所以 剛剛委員所建議的 這個 利益也很好 是不是說 針對這1000 1456量 我們 再來加以補貼 但是 我們去年 一整年 還延長補貼的時間 還加碼 那還是有少數如果說 沒有特殊情況 不來裝 那我們還弄一個專案再來補貼它 那這樣子會有失公平性 但是這個委員所提的 我們也會注意 這個1456量 我們會特別了解 它是什麼樣的情況 這個是 是一個 那至於說 我們現行的法規裡面 是有一個安全規範 在這個安全規範之下 你有ABC的選項 那不管你選A B或C 都符合這個安全規範 所以這要特別報告 就是說不管你是裝A B或C 那這是符合我們安全規範的 那當然 這個委員所提的 那個A B C 這個 在符合安全規範之下 是不是針對 一些特殊車種 我們 可以再把規範 再 定嚴格一點 好 那這個 我們會遵照 這個委員 最後的共識 我們可以回去再 進一步檢視 好 也就是說 這套安全規範 是不是要針對一些 特殊的車種 我們要 再另行這個規範 好 這個我們可以回去 再加以檢視 但是這裡有一點要特別跟 委員會來報告 目前不管你是裝A B 或C 它都是符合安全規範的 好 這個要特別來報告 不是說 你現在裝A 就比較不安全 不是這樣子 好 這個要特別 跟大家來澄清的 好 那 最後就是說如果大家 以附帶決議 好 把剛才的 幾個點 好 我們把它 焦點 把它弄清楚 澄清之後 那包括我們一些特殊車種 安全規範 是不是要來提升 那這個我們 都會遵照我們委員會的 決議 來辦理 這以上 說明 謝謝 好 謝謝支長 來 那個俊宣委員 謝謝主席 我想裝這種 視野輔助系統 為什麼要裝 就是要消除 視線的死角 尤其大型車有那個輪差 的問題 所以它不只是要符合規範 我現在請教 目前我們裝了這些視野輔助系統 有沒有死角 還會不會再有視野的死角 這個我相信相關單位 尤其警政單位 也要注意 如果萬一再有大型車發生事故 那麼同樣是因為有視覺的死角 有沒有發生過 這不允許再發生了啊 是駕駛的輸入 或者是真的又產生死角 因為也有人在挑戰 我們現在的這個規範 說仍然有死角 那是要到什麼 那是要到華夜 我說這個檢討應該是動態的 而且要及時的 都要刺對我 說這個要檢討 但是我是覺得 其實 現在 現在就已經有人在挑戰說 你這個你這樣子沒有辦法消除 留級那種輪差啦 所以 裝設不是只要符合安全規範 而是真的要達到確保 它不會再有死角了 我想請問 現在的規範能不能達到 你能不能保證是這種狀況 公共路總局 就我們教練部 現在能不能保證 我目前 我核准的 視野輔助系統 它不會有死角了 或者是說你希望達到多少 沒有百分之百 那麼請問是多少 你敢保證嗎 我 我 你什麼安全規範誰定出來 有國家標準嗎 那個 是不是 應該是檢測基準 是 是 各位報告 就是 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它就是對於 因為大型車輛它比較長 長的話就是說 轉彎的時候 就是說有時候照後鏡就看不到 那照看不到的時候 所以我們現在在 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就是在它的左右兩側 前方跟後面 裝上一些就是說這個鏡頭 那這個鏡頭的話 就是在連到車子內 有一個螢幕 讓他們就是說駕駛人在轉彎的時候 就是說你還有倒車的時候 還有你就是說你要注意 因為它 大大型車 車長又車又高 所以駕駛人有時候就是說 只靠現在的照後鏡是看不到 所以裝了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就是把這些就是說 這個你要看到的相關的這個 有鏡頭 鏡頭在裝到裡面螢幕 當然駕駛人一定還是要特別注意啦 因為 因為你有你看得到以後 如果你還是開很快 轉彎轉很快 那你當然就是說 你可能還是會發生事故 不過現在 我知道包括 呃陳書衛委員有提到 提案就是說 有些是不是能夠裝那個 像我們一些小型車 有一些叫做主動警示 就是說如果車子 有些 對對對 盲點偵測 如果說有一些部分 就是說太靠近的話 就是說除了有鏡頭看以外 對還有聲音 對對對 那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需要有一些國家的 國際的標準 那因為就是說 相關的國際標準 我們在收集 如果說有國際標準 引進來以後 我們就會把它導入到 國內來要求 這個車廠在生產的時候要做 那所以我這個部分是一步一步的 因為 呃視野輔助系統的話 就是目前先解決就是說 呃駕駛人看不到 齁 那未來就是說 等到就是說 呃更進步的科技設備進來 國家有 呃國際上有一些相關的標準的話 那我們會來要求 國內的車輛都要來裝設 國新車現在是列為標配嗎 欸 目前大型車輛 大型車輛 大型車輛都是 市長 是 這樣我覺得齁 駕駛輸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希望就是臨時角 這個才有意義 那你應該公開接受挑戰 現在我們的這個系統齁 那請相關的專家 或者是業者啦 然後再來挑戰我們這個系統 這樣到底這樣的設計 裝設能不能符合 所謂的消除視角嗎 那你們公開接受挑戰啊 嗯 你要辦個比賽啊 辦個台賽啊 那誰可以 那有國際的標準 那他齁 鏡頭那個廣角一照的話 是整個車後 都看得到啦 那看得到啦 對對對 啊所以我是說我們未來 從這個 呃 呃 讓大家看得到以後 未來再主動的偵測 網路上也有人傳那個 現在的系統還有死角喔 他還是有死角喔 所以他只是沒有管道說 不知道是怎麼去挑戰你的系統而已 好 一顆零轉彎的時候 因為轉彎的動線一直在變動啦 所以他那個整個廣角的造設 會不會就是說 在一直在轉彎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部分 所以所以當然我們也是呼籲就是說 大型車駕駛人 其實你在轉彎的時候 其實你要特別就是你要放慢速度 那轉彎其實我們還有 我們目前就是說 轉彎跟倒車還有警報裝置 就是大大車的時候 再轉彎的時候 會會叫 對 倒車也會 所以 其實就是各種啦 包括就是說 呃 讓駕駛看得到 然後聲音也要出來 那未來再進一步就是說 連人家進來 你你縱使你看不到 還有聲音提提醒駕駛人 那這一步的話是 未來國際上面等到標準出來 我們就把他引進來 好啦 市長 就趕快去盤點齁 市長趕快去盤點齁 市長趕快去盤點 我們相關的配備 是否符合國際 基本安全的 配備的標準 這樣子好不好 我想委員我們這邊歸納一下 就十八條之一 我們目前就還是保留 留在委員會 對 但是今天請我們公路總理 現在馬上寫一個那個 臨時提案 寫出來 就針對剛剛委員這邊討論的 然後給我們委員簽一下名 那就是 看什麼時候 來跟這個姜文 會這邊再做報告 這樣好不好 現在有 已經有在 開始在做這個臨時提案的 這個書寫了嘛 對不對 好 OK 那我們是不是就這樣子處理 可以嗎 好 謝謝 來 再來第三十條 黃鳳凱文跟陳順委員提案 來 陳順委員有沒有要先說明 好 本席是針對第三十條 就是這個汽車裝載貨物 如果有這個掉落的這個現況 就是提高那個法則 那現行的法令是 三千到九千嘛 那我是將它提高到 六千至一萬八千元 這樣子的一個法則 因為這種 我們都知道這個 貨車載運貨品的掉落 造成了這個意外 真的是無法去預估啦 尤其是一般 我們正常在駕駛的時候 很難去預料說 怎麼會突然有東西掉過 掉下來 那像我昨天 舉的那個例子 一個機車騎士 他非常無辜 就是只是停在路邊 暫停一下 就被東西打爆了 那這個貨車的這個司機 還有那個貨車行的老闆 對他都不聞不問 所以我覺得這種狀況 真的是讓人家覺得 非常的無奈 所以我覺得說 對於這個提醒 這個貨車的車主 或者是駕駛人 對於裝載貨物 有那個責任 去把它綁好綁牢固 這是他們的一個責任 因為他們的一個 一時的疏失 可能是造成人家的受傷 或者是家破人亡都有可能 所以我們希望 當然這個法則 我們這個法令的訂定 當然不是以處罰為目的 我們是希望 希望就是透過這個法令 然後能夠 來提醒 這個我們的 國人 然後提醒這個駕駛人 然後嚇阻這樣子的 一個情形來發生 謝謝 支持 好 謝謝 我剛才說 所有委員要說 機車騎士 就是讓人家 我也是十幾年前 我想那個交通部的 這個修正條文把 我跟程碎委員這兩個版本 都結合起來 那就是脫落或是掉落 都是規範 然後另外就是 我的版本是三千元到一萬三 那數月委員版本是六千到一萬八 所以節長補短 變三千到一萬八 那本人這邊是可以接受 不知道說還有其他委員可以接受嗎 來 委員 好 謝謝我們 侯孟凱委員跟陳書業委員 對於相關的 汽車不當裝載的相關法則 注意安全的這樣的一個提案 非常的好 不過我要請教一下法務部 當然我們在調高相關的 這個法則 必須要有一定的比例原則 來華為部說明一下對於 委員的提案 這樣的一個提高的程度 有沒有意見 麥庫遞一下 林稱是 林峰文林稱是 來 麻煩 是 主席還有各位委員大家好 是這樣子 早期的時候過去 我們齁在那個處罰的 那個罰則比例齁 原則上齁 就是最低跟最高的話齁 原則上大家都是五倍 但是後來就在 許多的行政作用法裡面齁 呃 在大院的審議過程當中 有的罰則的那個 甚至超過二十倍都有這種狀況 但是早 最早我們原先認為說齁 為了避免說齁 那個處罰的額度齁 如果說齁 人質過大的話齁 很容易造成行政制疫的問題 所以說原則上過去我們早期的話 就是說建議都是在五倍 五倍 五倍 就是最低跟最高 那如果是 以這個三千來講的話 五倍的話就是一萬五 大概是這樣 啊當然就是說 這個還是要尊重大院的那個判斷 好 謝謝 所以現在是三千 如果說交通部修正 等於是把我跟陳書委員的版本 結合就是三千到一萬八啦 六倍五倍嘛 差不多齁 來 休憲治委員 現在 現在一般都是這樣嗎 就是 剛剛 參事講的是說 以現在的行政法 都是這個range 都是如是 就是說原則上 我們是希望說齁 最低到最高五倍的話齁 是比較不容易說被人家 產生說有那個行政制疫 因為 你在裁罰的過程當中 你太大的話是不妥的 那但是現在就是說 坦白講就是在很多的行政作用法裡面齁 個別的行政作用法裡面齁 就是已經有很多的法律 就是說甚至有到十倍二十倍 都有這種狀況啦 那所以說我們也沒辦法說 好像說這樣一定不行 因為立法院才是立法的這個齁 那個英俊 所以我們還是尊重 好 來 林俊宣委員 這種 謝謝主席齁 這種物品掉落脫漏 總統這種狀況齁 現在一年好像都還有六百多件齁 六七百件 所以我是支持 再提高法則啦 或者 表示說 這個沒有辦法嚇阻啦 已經發生過那麼多次的意外齁 這種 民眾還是這樣子 對這種 可能會 傷害到別人的事情 掉以輕心 我是覺得 我是贊成齁 這個應該提高 法則 予以重罰啦 各位可以想一想啊 幾乎每一天都兩 平均都兩件耶 一人都六七百件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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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累犯啦齁 來 趙正義委員 請各位委員第一要支持 我們 像我每一天啊 從桃園到台北來開會 每一天來回 有時候四次喔 這個路上啊 不是有吊 我還看過吊繩子的 還吊個鐵塊的 我自己講我親身經驗 這個鐵塊我遠遠看到要閃的時候 欸來不及了 剛剛左右輪的輪胎也壓過去 左輪後面 前面後面都壓過去 我自己趕快靠路邊路間有沒有 我認為一定有問題 結果兩個輪胎都破了 齁 這個很多 這造成很多危險 是我自己敏感度比較 我我對車子敏感度很高 我認為一定破 一般人大概不知道 就直接開了 我那開啊 齁 我認為絕對有問題 所以這個提高法則齁 我請各位委員一定要全力支持 齁 不然你看 現在什麼都有 我前天是麻繩啊 一捆麻繩啊 掉到那個車道上面 你知道嗎 對啊 好吧 好謝謝 所以這真的很嚴重喔 害委員累殘 還害委員破胎 你看 齁來 我也是覺得應該要 要提高啦 齁因為這個是公共危險 然後 如果後車真的有發生什麼 近況的話 那 真的也是會造成很大的危害 那 次長 次長 次長的意見是什麼 請教一下次長 次長 謝謝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的確齁 這個 法則提高是 大家都有很大公司 那 趙偉剛剛提到的 也是一個重要課題啦 就是說 有沒有符合比例原則 那現在我提供一個例子 來當參考啦 就是 酒駕的最低線 跟最高 齁 那個 他也是六倍 齁 他就是六倍 所以 也是有潛力啦 齁 那至於要提高多少 齁到什麼程度 齁 我舉這個例子 就是有潛力是 齁 相差到六倍 齁 那 最後齁 要提高到多少 我們還是尊重委員會的決定 齁 好 不 這樣啦 我來歸納一下 大家聽看看啦 那個 現在現行是三千到九千啦 那剛剛 他委員也講是說 這個很嚴重 所以一定要提高法則 那如果說就是 來做這個交通部的修正版本變 三千到一萬八 等於是 最高 提高一倍 齁 九千變一萬八 這是最高 那當然這就是 針對累犯的部分嘛 齁 那就是三千到一萬八 這本呢 也就是六倍 跟現行 所謂一竿的這個原則五倍 也差不多 這樣大家可以這麼想賣 可以 好不好 那 好 那大部分都會猜最低法啦 是 我就覺得如果 我們有基準來嗎 因為他有八 對 八款不同款 對 而且可能 害人家受傷 可能就會比較重啦 齁 好 那這樣子第三十條 照交通部建議條文通過 齁 無意通過 好謝謝 來 再來第 第五十五條 剛剛民眾黨黨團第一案 這已經先保留了齁 所以我們就不討論民眾黨黨團的版本 五十五條就是洪孟凱委員提案 跟何信誠委員的修正動議 來 那我們就針對這個部分是 兩歲到七歲的兒童 上下車 跟何信誠委員的這個臨時動議 是未滿七歲以下的兒童 那也跟這個交通部的這個建議版本是一樣 會員有沒有要再補充 謝謝主席齁 事實上我還沒有看到交通部的建議版本 是要先看到洪孟凱委員你的版本齁 那我只是認為說 二到七歲確實有這個需求 但是 零到二歲 我們年輕 家長的這個 送嬰幼兒到託嬰中心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保母家的時候 也有可能 為了孩子的安全 跟家長的安全 那也有這樣子的需求 所以我只是在提一個修正動議 把零到二歲也納進去 所以變成是 接送未滿七歲之兒童 跟那個行動不便之人 上下車臨時停車 不受三分鐘之限制 那後來看到交通部的回應 所以呢就知道說 交通部有這樣子的想法 願意來接納 願意來修法 所以呢 也請各位委員支持啦 以上謝謝 支持 就是要擴大到 零到七歲了 好 休全治委員 好 應該是 也是一樣 支持這個 從零到七歲嘛 因為這樣比較 合理一點 比較完整 因為兩歲確實 兩歲也是會發生這樣 兩歲以下也是很多這樣的狀況 好 這樣 直接把兩歲字三個字拿掉嘛 就是接送未滿七歲 對 好 這樣啊 我們就是通過 這樣修正動議的部分 可以跟何欣存委員共同請 這樣我們共提啦 那就通過 我們 何欣存委員跟洪夢凱委員 還有三位委員所提案的版本 有沒有意見 沒有 沒有意見 那我們這樣通過 就無意通過 修正通過 好 再來第 九十六十條 哦 九十條 拍謝 第九十條 劉趙豪委員提案 來 劉委員請發言 我先說明一下齁 本席做原本做這樣的修正 但是我們在去年在 同一個法律的七條之一裡面 針對民眾的檢舉交通違規 事件已經縮短為七天啦齁 我們希望能夠讓這整個違規的事件 能夠早一點讓 要被處罰的人知道 齁 所以三個月 有一點久啦 我等一下你 三個月九十天八十體限 你才接到說 你當時某一天 兩個半月前在 在高速公路曾經超速或違規停車等等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縮短這個時間 原本我本席認為說 應該跟 我們去年所修正的第七條之一 來做一個七天這樣的 相同的一個標準齁 但後來當然 相關機關跟我們說明說 因為現在的 執行機關 他必須有一些作業的程序等等 這個其實我是接受的齁 這個接受 然後我們現在違規的事件 當然也有分門別類啦 有些是 民眾自己舉發 民眾舉發之後再由行政機關 來去做一個告發的這樣的行為 第二個是 我們現在 據行政機關跟我表達是 其實他們現在處理相關的違規的案件 差不多都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上下 就可以處理完畢 然後通知當事人 但是在高速公路ETC的違規案件 處理的時間比較久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比較久 因為現在都電腦畫資訊畫了 就處理生比較久一點 差不多要 將近一個半月到 兩個月的 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所以簡單的來講 現在ETC的違規案件不算的話 那其他的違規事件 其實在一個月左右上下時間 其實可以處理完畢 可以通知當事人 那本席就認為說 那我們就應該 早一點讓這種違規的事情 讓當事人知道 第一個 他不會再 他有可能會停止 他這個違規的行為 不要再連續去做 第二個 就算 不是就算 他可能要為自己的行為做 變白 變白之後 但是你如果三個月 談不說三個月 我們前天是什麼 可能都忘記了 還說你要三個月早 可能兩個半月前這部車 可能不是我開的或什麼等等 你要舉證上都有點困難 所以本席認為說 應該我再做一個修正案 我們中和現在行政機關跟我所做的說明 然後也希望能夠落實 讓這整個的告發的案件 可以早一點的這樣的進行確定 所以本席再做一個修正 把原本的三個月修正 本來七天修正為兩個月 也就是把原本的法條的三個月變成兩個月 但是但是因為這其中 其中有一些案件 他交通事故 他有發生交通事故 但是因為 他不一定會送 變 不一定送鑑定 那已經送鑑定者 就維持原案 那未送鑑定者 那我們還是維持三個月了 就是本席做一個說明 當然 可能一開始 本席做一個說明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本席是 贊成也支持 劉兆豪委員這樣的一個修法方向內容 而且也已經跟行政單位協商過 江南部這邊也同意 就是說 就有三個月 三個月實在是太不合理了 太不合理 那一個禮拜 也真的有一點趕 那如果 提案委員跟行政單位都同意 修改一個月的話 我是支持也請各位委員 一起共同來支持 兩個月 現在是兩個月 兩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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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兩個月內不得舉法 預兩個月 對 對 你說幾個兩個月嘛 兩個月 主席 那個兩個月 請問 請問 請問師傅 你們那個錄影存多久 檔案存多久 保存一年 保存一年嗎 有嗎 有那麼久嗎 我們測試照相 這個單子寄出去 這個檔案會存一點 因為一年之內 你不曉得 他什麼時候會來申訴 那錄影也是存一年嗎 你要查一下喔 你要查一下喔 你要存 你有錄影 我當大的信息不是一年喔 你不是一年喔 你們什麼時候有那麼認真 要存那一年 那個 檔案當然有存一年喔 那我 對啊 我有 你不是 你 我是講 不只是 測速照相 你有的測速照相 是人工測的 比如說 那個雷射槍對不對 你有錄影嘛 你旁邊還加一個錄影機去錄影嘛 你那個電腦的有沒有 那種 固定式的有沒有 那個 比較沒有爭議 固定式的有沒有 那種固定式的 比較沒有爭議 我現在講的是什麼 就是 人為去 測的 去檢舉 去測的 檢舉的 或是 一般人去檢舉的有沒有 那你 你今天那個東西要錄影 你有錄影嗎 一定有錄影嘛 像高速公路 我看就看有錄影啊 那你錄影是 存多久 就是 只要有開單出去 這個證據就會保存一年 一年 那如果沒有 我是要開單出去 單子當然會保持一年 連照片也保持一年了嘛 對不對 我現在是說 你錄影保持多久 你有錄影啊 這個 這個 照相回來 錄影回來 這個資料就陸續開單 陸續開 開完就保存 開完就保存 但是這樣子 對啦 錄影也要保存嘛 保存多久 你開單當然 那個照片呢 隨著你的檔案 但那是擺一年兩年 十年都可以啊 我先講錄影啊 你是有錄影才來開的啊 對不對 是不是 那錄影的咧 你錄回來就陸續做啦 陸續做啦 開了這張單子 看影像 你資料存多久 錄影的資料 那那個 你說整個 今天錄到的這個 對對對 你存多久 要保留多久 那這個我們可能 要問一下實際執行單位 嗯 因為現在用錄影開單的 大概是國道比較多啦 國道啦 錄影開單的 那市區的紀錄器呢 存多久 市區 市區 我們現在都是用那個 測速度 點的 就是測速器啊 對 測速器 也是讓你測回來 過去是洗照片嘛 現在不用嘛 網路拉下來 對對對 這一張滑蛋記錄器 照片就順便就歸檔啊 那你存多久 一年啊 一年 也是一年嗎 給人家開單了 你就要存一年啊 有這麼久嗎 我看不是一年吧 你要搞清楚喔 我問的沒有一年喔 都沒有幾個月喔 都兩個月左右就消掉了 欸 那個 因為現在有 就像我們的行車紀錄器有沒有 它的容量大的 大概是可以一兩天 如果容量小的有沒有 它大概幾個小時有沒有 它就沒有就覆蓋過了 再重新浪一次 因為最近啦 最近我們 這裏設施一次啊 這跟委員報告 我們最近 我們知道的齁 高雄市有針對幾個 重要路口 用露營的來開單齁 那嘉義市也剛剛 剛剛在 我現在跟你講露營 現在非常多 他們保存多久 可能我們再了解一下 對啊你要錄意要說明啊 各個地方不一樣啊 對啊 對啊 我覺得這個齁 也跟得一樣要保存一年 有沒有人家有爭議 就像劉委員講的 你兩個月 我覺得兩個月都還很久了欸 一個月了 你跟我講前天幹嘛 我還忘記了 我告訴你 不要說拖了那麼久 好不好 現在是因為卡在 警察單位 而且他們在 坦白講兩個月 我也覺得是有點久了 但是 但是 相對來 因為是現在處理 ETC的案件 當然我們就也信任 行政機關說 他們不會故意拖延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 這樣子的事件 應該早一點讓 當事人知道 不要拖五百位 兩百位 坦白講 那這個是真的有點久了 好不好 但是 但是我們現在現狀 我們就先從兩個月 但是 剛剛趙委員所講的沒有錯 因為他 當事人都要抗病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相關資料 你沒有保存 到時候 各說各話 對沒錯 那 還是一樣 我們就是 先要求 提高一個月 縮短一個月 變兩個月 那 請教委員 還有沒有對這個 有其他意義 如果沒有意義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 以這個 劉召委員的這個 修正動議 修正或通過 來 來 這個 呃 大家 我想提一個比較 大家 稍微了解一下 整個概況 當然 過去規定 就是 超過三個月 不舉發 那麼 你收集來的 這些違規證據 也沒有一個 員警敢給他 放超過三個月 那都要負行政責任的 對不對 你說 今天這個 我都沒有空 這個照相回來 這些 我都 一百萬了 超過三個月不舉發 那這個責任算誰的 所以 不能夠超過三個月再舉發 所以他必須什麼 增加很多人力 為什麼呢 第一個 我們來看我們警察開的告發單 去年 一千兩百萬張 前年 一千一百萬張 每年都在增加 那我們警察 說 要不然我們開少一點嘛 我們工作量 沒辦法處理那麼多 沒辦法 中間 民眾檢舉的 一連 成長將近一百萬張 民眾檢舉來 你不能不處理啊 但是你處理民眾的 不是說 他一檢舉來 你就開單 就每天要檢查 他這個人事實地位 有沒有搞清楚 好 弄了很久以後 才開出一張單子 那這些都有警察工作量 開單再增加 我們能開少嗎 不一定 因為我們警力勤務排在外面嘛 我們警察也都不能偷懶嘛 告發單一直在增加 民眾增加一直在增加 另外呢 交通事故一直在增加 A1 A2加上A3 每年加一成 現在已經到66萬千了 來組長 有人死倉了30萬 結論是兩個月可以了 我現在講的就是說 過去三個月 大家做得好好的 大家都說 勉強去做都做好了 你現在這案子一直在進 在嚴警工作壓力已經越來啦 所以我是反應一下嚴警 工作壓力已經大了 量越來越多 再壓縮一個月下來 那 嚴警就更辛苦了 那要不然就 我要再給他增加警力 所以這部分是說 我反應一下我們嚴警的心聲 給委員會了解 謝謝 來劉委員 我想組長說明的 我也可以體會跟接受 那我們當然希望 這樣子的修正 但本期提出這樣的一個 法律的修正 它有它的用意 它有用意 但是現在 我們可以接受說 三個月變回兩個月 其實也是 相關機關跟我說 現在在處理一個罰單 大概都是一個月上下左右 然後ETC是一個半月啦 所以 所以我的 我在那兩個月 其實是大家的一個 但是 我也很難想像就是說 原本 原本 現在是處理一張罰單 就是一個月 其實就可以處理完畢的啊 或者ETC是一個半月啊 所以這兩個月 坦白講 不會去影響啊 如果說 比如說 你們現在處理一個罰單 平均是差不多是要 一個月 那我把它變成15天後 當然就大家可能會手忙腳亂 但是你現在處理一張罰單 昨天跟我講的是 差不多一個月上下嘛 那ETC比較久 是一個半月嘛 所以我們就定 所以修正兩個月 那也讓民眾早一點 知道 因為我們這一條法律 要站在行政機關的可行 跟民眾的權利 坦白講 我們一個違規的事件 你讓他早一點知道 讓他早一點知道 是好的嘛 我同意委員的看法 我只是說 反應一下 反應一下 我們 這個處理嚴謹的心聲 因為這個在現有人力之下 是可以這樣做 主長 我覺得這樣 我也不是說 我們也不是說 定一個 就會讓大家做不到 我們不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剛說過 那你們到底有沒有去統計過 比如說你們在處理一件 這樣的交通違規事件的時候 大概平均的 一個時間是多久嘛 比如說國道的是要多久 地方政府是要多久 你要有些科學數據來跟我講啊 因為我現在一個月上下時間 也是比這兩天跟我講的嘛 沒關係我的意思說 好 那 那 我 我 爭取 在座大家的意見 那我也可以同意說 好 我們先保留 那你提供你們的數字給我看 給我看說你們現在處理個案件 你不才有科學的話 我們說這個比較科學 不然我說 你明明就跟我說 現在一個多月 你們就可以處理完畢 你現在說 這樣定兩個月 你們的 你們的 秩序會亂掉 我就不太清楚 為什麼 那個很奇怪嗎 就是說以目前的狀況 兩個月 我們是可以接受 所以之前我們了解的 目前作業的 但是我是講說 案件越來越多 越來越增加 所以這個趨勢 我是 先反映在前面 對 那是因為增加嚴謹的工作 可能要用其他方法 大家來努力處理 我現在是說這個 因為我這樣跟你講 我這樣跟你講的是 我們要定一個是 可行的 而且對現狀是有改善的法律 所以我這樣講 如果說你們現在相關的數據 你認為說兩個月 你真的沒有辦法處理 你要拿出來講 你的數據跟我們講 你沒真的跟我們說 一多月你處理完畢 然後現在兩個月 看起來是有比較重 然後你到底可不可以 這樣到底你回答 我們這個問題就可以 就是說像 從三個月改為兩個月 但是不包含那個 要送界定會 已經發生事故的 這樣到底 到底行政機關 就是警察機關來開發 但是警察機關 或監禮機關在做 到底可不可行 對當事人權力也比較有保障 這一點其實你回答 我應該說明這一點 可以嗎 兩個月是可以嗎 目前是可以 目前這些工作量 跟這些人力的狀況 是可以 我再補充一點 好來 組長你不能跟我說 目前可以 那你未來不可以 是我要再修法一次 應該是講 剛剛劉委員所講的 我們在你的 執法 執法的這個行政程序裡面 事實上 你們可以去檢討 調整 你們行政程序的SOP 讓那個流程 效率快一點 高一點 第二個 我們為什麼要 這個縮短 從三個月 減為 兩個月 那是因為 也有當事人來跟我們反應 我被開罰單了 那我兩個月後 或是一個多月才收到 就如同趙委員講的 前天做什麼事 他可能都忘記了 那針對我當事人的權益 我還必須要去回 接到你的紅單 我還必須要去回想 我甚至要去想 我要怎麼去找證據保全 也許你給我開的紅單 是錯誤的 那我要去主張我的權益啊 那我們現在是在這幾個方面 都兼顧的情況之下 才要來修這個法令 所以我覺得這個第一個 修法要支持 第二個 我是建議 因為喔 你可能要回去 了解一下 事實上你們處理交通違規的 紅單的一個 SOP的一個標準流程裡面 是有提高效率的空間 而且你們現在很多地方的警察局 都是為外啦 都有外聘人員來幫忙處理啦 都有臨時工作人員來幫忙整理啦 所以最後的蓋章 才是警察同仁們在蓋章啦 所以 所以喔 我是 建議啦 就是去調整整整個 整個你們 這個行政流程 讓他更有效率 更能保障這個 當事人的權益啦 好不好 好 謝謝何委員 來陳委員 我們 我們同意啦 我們同意 好 組長謝謝 我剛剛只是說附帶在考慮到 了解啦 其實警察同仁都很辛苦 大家也都可以體諒啦 那一樣就是說 回去可以檢討說 那裡面有沒有可以改進 或者是說用科技工具來輔助 來做這樣的一個判斷 其實都可以啦 那如果有需要的話 在內政這邊提出來 我想我們委員這邊也都可以支持啦 好不好 好 那就這個案件就照 然後劉兆委員這邊所提的 這個修正動議修正後通過 好 無意義通過 好 那今天我們 好 臨時提案 好 有一案對不對 剛才 好 大家請一下 好 好 您請好 我先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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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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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兩個東西 好,现在主案处理临时提案有两案,请议事人员一并宣读 请议事人员一并宣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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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一案并入第二案就不处理 好不好 好,学生完成 谢谢 国务员一并宣证 今日协商结论免于宣证 请议事人员一并宣证 提报院会讨论 二 讨论事项第五案 请问各位委员有无疑疑 好,无疑疑通过 散会,谢谢 谢谢 谢谢